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这些小动作 我们小的细节都隐藏在里面 只需简单的试补 立刻让我们变时髦 先大幅度的往上卷第一层 然后再卷第二层 注意一定要露出袖口 内侧再卷一个小边 然后绣口外侧翻折下来 这样卷的袖子就会形成自然的褶皱 层次好又有形又修饰我们的手臂 这样的卷法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牢固不易滑落很轻松的就拉下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今天分享袖子卷法的小技巧你们喜欢吗 如果你们喜欢就请点赞支持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